好 来给我一个小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ndo 状态一下 彭总 看一下照片了 长得不怎么样 眼光还不错嘛 可是 现实生活中的珊瑶瑶拉 是不会变成公主的 什么意思 我都看到了 你一直盯着你的老板看 怎么 跟老板出国一两次差 就小楼乱撞了 劝你一句啊 还是回到现实当中吧 像顾承泽这样的男人 你是高班不上的 自不量力 只会自讨苦吃啊 你自己去 顾总 照片满意吗 也行 顾总 今天中午有空吗 我想约你吃个饭 对不起 我中午又约了 我是对发布会的细节 有一点点小问题 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可以再约啊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不妨现在说吧 总裁 她是发布会的负责人 有什么因为你和她说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什么态度啊 抱歉海小姐 我们总裁中午确实是九月了 我是谁你知道吗 我是海莲娜你知不知道 我不习惯被人拒绝 而且从来也没有人拒绝过我 我们总裁是那种 连上卫生间的 我们都会合理规划安排时间的 如果您有意想请我们总裁吃饭的话 请提前给我拨打预约电话 这个呢是我的名片 还有点我们还有一组 海小姐不拍了 什么呀 好 谢谢 你先过去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好的 干嘛呢你 快快睡睡 吓死我了 怎么了 总裁在想起你 他这个人那么瘦 他相信之前不应该先看照片吗 他就说 对 他就喜欢这个感觉 就是因为他这么瘦 把之前全女有点姿色的 傅小姐全都得罪过 现在这个是为数不多 愿意跟他相亲中 比较好看的了 嗯 那他就把人家 约到公司自己来的 把别人看见了 就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只能约在工作室里中 在公司附近一边吃饭一边相亲 相亲 一般这些女的会到上红华里 能买不少东西呢 这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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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先生 你猜我今天穿的内衣 是什么牌子的呀 牛臉 我穿的是牛臉哦 没想到吧 像我这种 从来都是穿名牌的人 居然会穿你们的内衣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啊 我平常 可不是这么体贴人的哦 我在网上 看到你和海琳娜的绯闻 是真的吗 我听说 她的脸和胸都动过刀哎 是真的吗 抱歉 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很漂亮吗 漂亮 比我还漂亮 当然 你 完了 总在有遭殃 怎么了 什么 因为她说话实在是太直接了 有三次被人泼了红酒 两次被泼了咖啡 还有一次 被人直接用牛排护在脸上 她那次差点把脸都洗破了 好 程泽 我再问你一遍 到底是我漂亮 还是她漂亮 小姐 麻烦你坐下来说话 看样子 你和她的绯闻是真的喽 既然这样你还约我喝咖啡 莫非 莫非是贪图我家的财产 贪图你家的财产 也许吧 毕竟我不敢贪图你的美貌 你 完了 你又被迫了 你又被迫了 你 你谁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总裁的助理 我叫连淑 好 我也太惊险了 幸亏我跟你 你寄走了我的相亲对象 我寄走了他 你来着他才走的 我说不得你 我一爱一爱 我一爱一爱 居然拼起了这个主意 拼命了减肥 减了啊减了 减了啊减了 宝贝 你到哪儿了 怎么还不回家呀 喂 亲爱的 我加班呢 要玩掉回去 你干吗呢 哎呀 你不是在家 我好无聊 好没意思 哎呦 你吃饭了吗 没有